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长城市兰饶湖公园 第七届激情兰饶音乐节的活动现场 虽然说节目现在还没有开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不少市民在此处进行等待了 而且在刚才我也了解到很多市民表示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音乐节了 那在我身边呢 有一位小姐姐可以跟大家打算招呼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参加蓝饶音乐节了 而且呢 今天她作为表演者来参加的 您跟大家说一下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荣幸能参加这次的音乐节 然后呢 我们已经参加过很多届了 感谢那个社区 感谢那个政府 感谢社会各界人民能给我们这次机会 我们能作为那个演出的代表 我觉得非常非常荣幸 以后还会经常参加的 那我在这里再问一下 你今天演出这个节目是什么呀 给大家剧透一下 我们是大和唱 红歌大和唱 红歌大和唱 一会儿期待您的表演 谢谢啊 那据了解呢 本届这个晚会呢 它主要是以这个红歌部分为主 中间呢 会穿插一些京剧呀 或者是诗朗诵啊 或者是民族舞蹈等等 那既然说是年年都举办的音乐节 那今年的亮点又有哪些呢 我们也有请长春南部新城公园 绿地管理处的主任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好 孙主任 你好 哎 大家好 那跟大家简单剧透一下 今天 今年我们这个 蓝绕音乐节的主要亮点有哪些呢 好 今年我们蓝绕音乐节 最主要的跟以往不同的特点就是 有几个节目是我们南城中心职工 利用业余时间 可以说是精心安排的 虽然说节目显得有点智能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业演员 比如说有沙家帮制作选段 有舞蹈 有施朗诵 还有独唱我的中国心 这些都是我们南城职工 自己设计表演 平时利用工作之余 然后一点点排练的 我觉得这是通过这个活动吧 也是想在咱们长春市民 以及南部新城吧 这个这片空间里 展现我们南城中心职工的 精神面貌和风采 好的 好的 谢谢主任 那看来呀 今天的亮点还有不少 一会儿大家可以一一地观看一下 那如果呢 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个蓝绕音乐节 那这个时间是从六点开始 那看现在的时间已经 我看一下已经多长时间了 已经六点五点五十左右 五点五十左右 将近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如果大家想来到这里观看的话 或者说感受这里的氛围的话呢 可以赶紧起身马上来到此处 那现在天气呢 也已经凉爽了 秋天了嘛 来到此处的时候呢 大家也提前添加异物 以防感冒 好的 主持人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宇阳 其实这个音乐会还没有开始 但是呢 现场就已经很热闹了 这个蓝绕音乐节啊 应该说举办了很多届了 可以说是百姓的音乐节 非常的贴近民生 大家很多的这个普通的市民呢 或者是非专业的一些演员 都可以到台上呢 是一掌歌喉 展示一下自己 自娱自乐 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市民的响应 大家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些 文语的活动当中吧 好的 那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说个激动的事啊 那就是开发票抽红旗车 电视机前呢 如果你手中啊 有这个发票啊 这就这时候得准备好了 是的 由长春市商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长春市税务局 共同主办的长春市发票抽红旗 第六期开奖了 一共产生了八位幸运得主和八辆红旗轿车 我们来看一看 幸运拍大礼发票抽红旗 第六期抽奖活动如期举行 八位幸运得主即将产生 现在抽奖正式开始 本期抽奖发票总数为 211010条 本次促消费活动从3月份开始 截至目前已经开展了六期 本期抽取的发票 是从8月1号到8月31号 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增值税普通电子发票 增值税卷市普通发票 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大伙在长春市注册登记的实体电消费 满200元及以上开具的发票 即可参与抽奖 屏幕上的号码呢 已经滚动起来了 我们有请消费者代表 上来抽取有请 好的谢谢您 恭喜以上五位消费者 你们每人将获得价值 20万元的红旗H5轿车一台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三等奖 在这儿要特别提醒 中奖的幸运者 要及时关注中奖须知 中奖号码公布之日起 15日内为有效对奖时间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恭喜以上两位消费者 你们每人将获得价值 30万元的红旗H7轿车一台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二等奖 那么今天的头彩 红旗H9轿车 又会花落谁家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再一次让号码滚动起来 您将用您的金手指 抽取出我们今天的大奖 红旗H9轿车 准备好按下停止键 第六期的一等奖获得者 发票号码和发票代码为 0220-0200-0104-0051-9714 一台红旗H9轿车准备开回家吧 从目前前六期对讲情况来看 基本上这个消费者参与度比较高 热情也比较高 参与人数也比较多 但是很遗憾 这个个别的消费者 因为幸运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 过了对讲期限 这个就算是弃奖了 所以说在此呼吁呢 我们还有四期到年底 这个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只要您参与 消费的频次越多 你送降的几率越大 看了这条消息 大家是不是都心动了 消费频次越多 你中奖几率越大 但是一定得开发票 消费如果超过200元 就一定要索要发票 然后这个发票上 会留有电话呀 还有税号 这就等于你参与了 这一次的这个抽奖 我们希望呢 这个下一个得大奖的也有您 不仅是中奖的事情需要注意 下面这一条消息 也需要我们格外的注意了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社保部门名义 去发送一些短信 称全国社会保障卡式统一升级电子版 或者是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审核 要求点击链接提供个人信息 注意了 这个当中所提到的链接 如果你一旦点进去就会是社榨钓鱼网址 厦门的林先生就接到冒充社保局的短信 您好 您的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审核 请于7月30号前打开谋王室 点击在线办理 过时将被注销账户 林先生点击短信内链接 手机界面显示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对此 林先生并没有产生怀疑 他点击在线办理飘窗 并按照页面提示 一步步登录填写个人信息 身份证号 手机号后 系统提示 需要及时办理新版电子社保卡 并需要进行支付宝认证身份信息 当林先生填写完上述信息后 并没有等到新的电子社保卡 却等来了支付宝连续四次被扣款 4,990元 供给1,9,960元的多安信通知 林先生这时才发现被骗并报警 在此特别提醒 人社部门发送的社保卡 办卡 短信 不会附加任何不明网址 推送的短信 不需要输入任何涉及个人信息 金融账号等私密信息 以下这三点千万要注意 1,不要随便点击不明链接 或拨打不明电话 2,县计 不能透露自己的个人账户信息 及身份信息 3,更不能按其提示 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 现在这个骗子的诈骗 尤其电信诈骗的手段 真的是花样很多 用大家比较关注的 你比如说社保 或者是一些银行 这样的一些链接 看似是正规的 但其实点进去 都是一些诈骗的钓鱼网址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 避免钱财损失 说完了社保 我们再来说一说公积金吧 最近的长春省值 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开通了八项住房公积金的 跨省通办业务 也就是说 以后无论你身处全国各地 都能够去很便捷地 办理公积金业务 据了解 职工在办理 缴存提取业务时 有五项跨省通办业务 主要包括 出具贷款职工 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证明 正常离退休提取 购房提取 单位信息 及个人信息的变更 住房公积金单位开户 现在申请人 在办理这些业务时 不再受住房公积金 缴存地限制 职工如果说是在上海工作 但是公积金在我们省值缴存的 像以前的时候 职工得做往返 回到咱们这个缴存地 来申请提取 那么跨省通办业务开通之后 职工只需要在上海的公积金 来申请 通过那个住建部的监管平台 我们收到信息之后 我们在五个工作日内 直接核实完之后 直接钱直接达到职工里边 职工就不用来回往返了 其中购房类的提取 才需两地联办 其他四项可进行全程网办 职工可通过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 微信公众号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APP 个人网厅直接自助办理 除此之外 在公积金贷款方面 也有三项可进行跨省通办 职工在长春省值公积金 做的贷款 不管在哪里 如果想查询 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 办理提前偿还 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职工可通过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 管理分中心官方网站 微信公众号 手机APP服务渠道 直接查询或申请自助办理 如果你要在我这儿 做完贷款 结清了 要打印减刑证明 你要如果是在外地 这样当中我们网站的话 可以直接打出减刑证明 如果你在我这儿 缴存公积金 但是你在其他省市 做的贷款 你要如果是 想打印减刑证明的话 你可以直接到我 省公积金申请 我们各省全联办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在我这儿 就把你这个 解清证明打开 说一说昨天的这个天气 这个天气真是惹祸不小 而且大家可能还记忆 记忆非常深刻 白天突然就变成了黑夜 而且出现了12级左右的 这种顺势 这就是大风天气 破坏力相当之大 就在昨天 五州国际大楼的外墙皮 就像是一张 薄丝随风去摆带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从网站视频可以看出 当时风很大 一大片墙皮被吹落 上面还有一些墙皮 与墙皮也发生了脱离 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今天下午 记者来到视频拍摄的位置 长春五州国际皮草城 高楼的外墙皮 确实有一部分已经脱离 露出了里面的砖结构 记者在园区的绿化带上 还看到了一些墙皮碎片 虽然只有小小的一块 记者拎起来都很费劲 所以大家就能想象 当时的大风有多大了 好在没有伤到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我们找到了 该披草城的物业公司 昨天风老大了嘛 这个东西得联系到工程部 工程部的主管联系 往项目公司报 然后他们那边找石工官 去维修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发现墙皮脱落后 就已经将情况报上去了 目前正在制定维修计划 在这期间他们会加强看护 避免有墙皮脱落伤及顾客 像这样恶劣天气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大家做好防范 防患于未然吧 咱们再来说说交通方面的消息 城市快速道路 可谓是方便了很多驾驶员出行 但是最近 长春交警在夜查中 就发现有位驾驶员 在快速路上 非但不走 还停在了快速路的 扎道的中间位置 阻碍后方车辆 当民警上前进行检查之后才知道 人家为什么会临时停车 这段视频发生在当晚 11时55分左右 当时新民警在对过往车辆 进行绝扎排查时 民警发现 前方不远处 一辆轿车竟然静止停在了 快速路的下桥载到中间 驾驶员当时距离我们七八十米 就把车停在快速路的中间 然后打着算散停在这儿 行为异常 这时候我们就 民警就赶赴到他停车位置 经过排查模式检测 驾驶人存在酒驾嫌疑 最后民警将其船或是警车内 并对其进行呼吸式检测 经过主动模式排查 数值显示为每百毫升血液当中 含酒精153毫克 已经达到最久驾驶激动车标准 随后民警将其带往医院 进行抽血化验 不过就在抽血拍照取针过程中 这位积极配合的驾驶人 却有点激动 在结束抽血后 民警将其船混之交准队 目前由于驾驶员涉嫌醉酒驾车 在等待血液检测结果出来后 民警一定要对其进行相应处罚 这酒喝多了 就没有什么好事 你还要开车 最后自己也觉得很悍然 所以说喝酒之后 大家一定不能开车 当然同样了 喝了酒还不能闹事呢 确实 最近的长春城景支队 直程的特124次列车 运行到唐山市天津区段的时候 接到一多名旅客报警说 有一名男子酒后 滋扰周围的旅客 严重影响了列车的秩序 拿什么东西要你吃 你整个顶端也没收拾 跟我都抢下来就说是他的 在集头报警后 城景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置 你到哪儿下车 到哪儿下车 到哪儿下车 你到哪儿下车 你车票收拾一下 城景在闯后过程中 该男子拒不配合 还试图挥拳攻击民警 你要干什么 你拿拳头要干什么 来 带我去不来 这不行 我答应你答啥呀 要打我 为啥要打我呀 我不知道 最近 城景将该男子强制带离 在新闻过程中 该男子满嘴酒气 而且态度嚮张 扬言要凹打城景 城景一把将其制服 并使用约束带 对其进行约束 列车到达石家庄站后 该男子被城景移交 至石家庄车站派出所 做进一步处理 竟询问 该男子为孙某 自述上车后喝了一斤多白酒 醉酒后滋扰其他旅客 严重影响列车秩序 你知道为什么来这儿吗 把你带这儿来 你干嘛来 喝油 喝多少 一斤多 一斤多 自己啊 县苏某因涉嫌寻衅滋事 被铁路警方出以行政拘留 7日出发 长春铁路警方在此提示大家 大家在乘坐我们列车时 一定要遵守列车上的公共指叙 尤其是我们警方在执行职务时 请大家一定要积极配合 醉酒不是违法借口 如果因为醉酒在列车上发生案件 我们一定会依法严格处理 还有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住在高层楼房的朋友肯定深有感触 赶上电梯维修保养 停运几十分钟都觉得很不方便 可是长春市鱼润兴与华府小区 四栋三单元的电梯一停就是三天 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长春市鱼润兴与华府四栋 是一座27层的高层楼房 9月7号下午 三单元的电梯突然停运 让住在这里的业主感到触手不及 走着下来的走着上去的 我家住的楼层低还好点呢 这20多楼你都得上不去也下不来 接受采访的几位业主说 电梯停运三天 没有看到任何人前来维修 他们曾多次向物业公司反映 但结果却让他们一次次的失望 为啥停了他不给修 就敢找人们给修 说来修了完了没动静 敢说来他不来呀你说人 那么长春鱼润兴与华府四栋三单元的电梯 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 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维修呢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的物业公司了解情况 这边也特别理解 我这边也出一趟呢 就得等着你换那个件 关于电梯方面这个我就不太懂了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电梯停运以后 他们已经第一时间联系了围保单位 经过查看 原因是电梯内的一个名叫 旋转编码器的零部件损坏 但是电梯围保单位却没有现成的零件 那既然当然需要采购了 那电梯有上万个部件 我们不可能说每个部件都有留存 今天不到 零点也到了 就能回购 长春市鸿鸣电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电梯受损零部件一再采购途中 或到后立即安装即可恢复电梯使用 这件事的发生 也给他们以后的工作提了个醒 会增加备用零部件数量 以及采购效率 昨天长春市的一场 狂风大雨不但临时了 许多下班途中的人们 也从侧面检验了房屋的质量 从昨天下雨开始 家住公主领事银河家运小区居民 便打来电话说 小区楼顶开启了漏雨模式 9月10号上午 记者在公主领事银河家运小区 一号楼三丹院楼下 见到许多为漏雨而发愁的业主 据他们讲 从9月9号中午下雨开始 从楼顶楼梯处便开始出现渗水的情况 随着雨量的加大 从墙缝中渗出来的水也不断增加 一直流淌至五楼 同样的情况 在银河家运其他住宅楼楼顶发生 许多住户纷纷录制了 当天楼顶漏雨的视频 据业主介绍 当天下午他们便寻找物业 希望将漏水点进行维修 可物业的态度却让业主恼火 那么事情真的如业主所言吗 记者也来到银河家院 福泰物业寻找答案 工作人员表示 业主和物业之间存在误解 屋顶漏雨情况 他们正在维修 排水管吧 它就水一冲的话 有那个淤泥或者什么样堵了 完了吧都冲开了 都是丁举上去的 经理都上去的 我捅着五六个人 连电工都上去了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 自动扶踢商人的事 近日在长春市亚太大街上的 一个商场内 发生了一起滚踢夹手事故 被夹的是一名小男孩 最终经过消防救援人员的巧妙破拆 小男孩成功得救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一名男孩的左手 卡在滚踢底层的缝隙里 因疼痛和害怕 男孩不断哭喊 家长十分焦急 救援刻骨烦 在此情况之下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使用螺丝刀 对电梯进行拆解 并使用撬棍 对电梯底部进行扩张 三分钟后 消防救援人员成功将男孩的 左手举出 由于起压 男孩手部有些红肿 索性并无大碍 在江西景德镇一家超市内 一名六岁男孩 独自站在上行的电动扶梯上口玩耍 结果右手手臂不慎被卡住 路过的行人发现后 立即报警求助 相似的事故也发生在湖南 湖南一名六岁女孩 在逛商场时 不慎被扶梯卡住左脚脚趾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女孩的左脚脚掌 被卡进了电梯末端的舒适板中 在广州 一名六岁男孩也被扶梯卡住 男孩的左脚脚掌 已经卡在了扶梯的侧臂与梯脊之间 每一年各地都会发生 多起扶梯夹伤儿童的事件 触目惊心的事故背后 警示家长一定不要疏忽 成体安全 在刚才的事故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 自动扶梯的扶手末端 电梯梯脊与围裙板之间的缝隙 都有卡住孩子的可能 而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 扶梯的很多位置都存在安全隐患 那么自动扶梯有哪些地方 对于孩子来说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来看一看消防员 做到几个实验 实验过程中 消防人员将模型夹手 伸进扶梯下侧的扶手槽内 夹手被夹进扶手槽后 不到三秒钟 扶梯就停止了运行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模型手指 它已经发生了变形 同时上面佩戴的手套 已经开放所快 据了解 在扶手带入口处 包裹着黑色橡胶 且边缘有谋杀的物体 其实是一个开关按钮 当遇有一物被卡在这里时 开关按钮就会被触动 自动扶梯就会停止运行 在乘坐扶梯时 一些孩子喜欢抓着扶手玩 还有的孩子甚至将扶手当作滑梯 这种行为是否有危险呢 消防员在实验中 将一个近12公斤重的 模拟四岁儿童的假人模型 固定到扶梯的一侧扶手 开启扶梯后发现 扶梯非常轻松的 就将假人拖拽到上方 自动扶梯不是玩具 在成型过程中 一定不能将头 手 脚等部位 伸出扶梯之外 以免发生危险 此外 扶梯比较危险的地方 还有舒适板与踏板的缝隙 消防员对踏板的缝隙间隔 进行了测量 约有8毫米 这个缝隙不算大 但足以容纳一名三岁幼童的手指 我们看到 当扶梯运行至末端 扶梯踏板与舒适板 合在一起的瞬间 踏板上模型的手指 就被卡在了缝隙里 但扶梯始终未停 可见 如果孩子在出扶梯的位置 不及时离开踏板 就有被卡的隐患 有些孩子乘坐扶梯时 还喜欢把脚放在围裙板上蹭 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实验中 消防员将一只儿童凉鞋 放进扶梯侧围裙板间缝隙 瞬间整个凉鞋 就被卷进缝隙中 而扶梯未停止运行 当凉鞋被卷出来后 上面已经是游击斑斑 伤痕累累 在使用扶梯时 务必站在红色的紧接线以内 不能紧贴扶梯边缘站立 我们还要注意文明有序承梯 不相互推挤 不惜笑打闹 同一梯接上 最多同时只能搭载两人 承梯时 应握住电梯的扶手带 带小孩的乘客 一定要拉住小朋友的手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应快速按下紧急停机按钮 紧急停机按钮是红色的按键 设在自动扶梯的两端 按下之后 扶梯会在两秒钟之内 缓慢自动停下 但是在非紧急情况下 千万不要触碰 或是误按该按钮 下面是我们第一报道 临和今日头条客户端 推出的头条热榜 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 提到老师时常想起熟悉的话 这是一道送分题 看我干什么 看书 毕业之后才明白 最不善表达的是最真挚的爱 三十讲台凝聚了他们一生的风险 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些学生 到过了就听着你班嘴 我大老也听到你们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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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上大学你们就清楚了 看黑板干嘛 看我 看我干嘛 看黑板 想学得好 想玩得好 啥都成你 你浪费一分钟 这全班都浪费四十分钟 一节课就过去了 请一下这个叫 我要屁了 老师真不想去请问 我怕太见不到 幸福是什么呢 有爸爸妈妈的爱 还有老师的爱 讲到是还有老师的爱的时候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我希望我的最后一口气 是在讲台上呼吸的 看完之后 让很多网友也想起了自己的老师们 说到了 感谢每一位为我们打开世界的人 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确实是老师之音 我们走向了正确的人生道路 说了 老师好久不见 想念不变 师生情呢 是最难忘的 还有说了 一朝目信雨 一生念是恩 老师就像黑夜里闪耀的星 基于我们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今天是第三十七个教师节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声 老师 谢谢您 照亮一个孩子生命的 除了可敬的老师 可爱的亲人 可能还会有一些温暖的陌生人 前几天在广西来宾 一位小朋友放学 父母都还没有来接他 他摆怀了很久 决定求入一位理发店的老板 当时晚上六点多这样 然后我过来开门 我看了在我门口 我走了 然后他又回来 我以为他剪头发呢 然后他就进来跟我说 叔叔你能送我回家一下吗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爸妈没来接你吗 他说没来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嘛 本能反应 就是先送他回家 因为当时已经下雨 天也就被黑了 当时我是骑丁弄车 送他回去 送他到家了之后 我就直接走了 有些人也说 为什么孩子不走回去 当时送他回去的时候 他们那边有一小段 是那个山路 有些人也说 怎么不报警 还有不打电话 特别在家里面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这种小事 我们也不要说 只是说了一点点小事而已 先来看一看评论 说到了善良的人 当然我们在得到温暖的治愈 还得看出其中的一些问题 说了孩子的父母 太不负责任了 遇到事情还是要先报警 我们看见 李八店老板是一个善良的热心人 但是这件事情 还是要给孩子的爸爸妈妈提个醒 千万不能忽视了孩子的安全问题 不要让孩子独自一个人处在危险当中 下面这一条视频 同样是关乎孩子健康安全的事 前几天在陕西西安 一家儿童医院 儿童重症医学科 收治了一名12岁男孩 据了解 孩子由于蚊虫叮咬导致身体骚痒 奶奶是听信偏方 用低百重农药稀释之后 给孩子洗澡来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老人的做法 网友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说到偏方害死人 却是偏方不可信 没有科学依据 老人带孩子 有的时候真是不放心 所以说 这就需要父母给老人 科普相关方面的知识了 还有说到 心疼孩子可以理解 但是做法 真的是不能够理解 不管是老年人带孩子 还是年轻父母 自己去带 科学育儿都是应该去学习的 家里不少老人都坚信 自己的经验 觉得偏方就是有用 劝也不听 大家也是不妨把一些真实案例 讲给他们听 真出事了 这后悔都来不及呀 说到后悔了 下面这位司机估计 酒醒之后得更后悔 9月6号江西信誉 交警在辖区重点路段开展 夜查行动 陈某开车经过检查点时 突然加速 疯狂冲卡想要逃避检查 而在6分钟之后 民警依法果断 将这辆车给截停了 4分钟之后 4分钟能停 1辆车 2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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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辆车 3辆车 游怪 卖再 fin 游怪什么语言 2辆车 2辆车 这不关关的 烧不醒的 游套 说的是你这样的 跳出来不想不过过来 就是浏风的 走不倒 MUFF 哪有什么语言 你这是什么看家这个啊 你怎么 iPhone人呢 这就是叫平静 来看一看网友们的评论 说到了喝多了 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了 喝酒真的误事 说这种人就应该终身禁止驾驶 太吓人了 确实这样的行为 着实是太疯狂了 不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还有说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不值得原谅 喝酒不开车 那种驾驶人应当去具备的 最基本的安全意识 酒驾的成本有哪些 这个我们一再再强调了 酒户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醉酒驾驶更是涉嫌犯罪了 不管喝了多少酒 一旦触犯了酒驾这条红线 都是要扑出沉重的法律成本的 相信这位陈某清醒之后 也一定是追悔莫及吧 说到酒驾 下面这位滴哥的行为也挺奇葩 天亮天晚上 这位滴哥喝完酒之后 主动把车开到了交警队 称自己酒驾了 叔叔叔 你吹到哪了 不是你吹到哪了 你在哪你在哪开过的车 这舒适啊 这儿喝就去里边了吧 叫门看着开 你喝多些酒 一杯白酒 四两 四十一 我自己喝的 没事 叔叔说最大 我也没闭嘴 吃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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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看评论 说了一看就是喝多了 是不是心里有啥憋屈事 像是受委屈来派出所了 还有说故意喝多了 故意酒驾 拿自己的生命安全 再看玩笑 说回来 喝完酒还能这么明白 你一看不是糊涂人 可这么不是糊涂人 为啥干这么糊涂的事呢 咱想不明白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一万部俊治好凡的世界 最初都有良师开卷 他们用真情耕耘 用真心浇灌 成为每位学生 十公里不灭的灯塔 一直照亮着前方的路 今天请允许我对您说一声 谢谢您 我亲爱的老师 今天迎来了 我国第37个教师节 在这个节日里 既往的学生时代 有没有哪位老师 给你留下 自身的印象和影响呢 不管有没有毕业 都去对老师说一声 节日快乐吧 那我毕业太多了 阿兹多年了 我已经毕业16年了 我们是大四实习的现在是 我大概得毕业七八年了 就是我现在是参加工作了 我们都是大的学生 比如我们那个马老师 我们有个那个师生群 一直有 每十年也都聚一次 最深刻的老师 就是我们计算机老师 就是给我们也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吧 算是 我记得他发型 就很多政治老师 他就秃头嘛 然后就是一溜一溜的 我们就是英语老师 从小到大都非常好看 英文老师就很啰嗦 我小学的时候拼没学好 初中的时候 就是老师把我抄单词 70个单词抄了700遍 还是通过这件事 就是把拼学好了 我就觉得我初中的数学老师 他可能是第一届带我们 然后就讲得特别的认真 数学就一直挺好的 就非常感谢他 我们老师很多时候 都是刚值完夜班 就来给我们上课了 就希望他们照顾好身体 感谢您对我的指导 谢谢 就跟听一下所有的老师 做一生教师节快乐 节日快乐 9月10号节日快乐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老师节日快乐 9月7号 长春公安处 长春车站派出所民警 来到长春市宽城区 第二实验小学 为该校四年三班的学生 上了一堂深入浅出 生动有趣的法治教育课 民警与学生积极互动 笑声掌声充满了课堂 课堂上 民警郭盛言针对当前青少年 特别是在校学生 违法犯罪的特点 原因及当前学生中 常见的不良习惯和现象 结合典型案例 采取一案说法的形式 深入浅出地 向学生们介绍潜伏在身边的危险 和如何规避校园欺凌 远离伤害的方式方法 声动的讲解 积极的互动 不时赢得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同学们在充满笑声的课堂上 也是收获满满 我觉得今天这档课非常有意思 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我们以后会自觉 学法 知法 懂法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如果有人破坏公务 或者伤害他人 我会告诉他 你犯法了 遇到坏人第一时间 先保护自己 我们再来说一说 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废仪保护研究中心 推出的中国废仪春晚 从2018年开始 今年已经是第五届了 而这一届中国废仪春晚 将会落地我们吉林省 第五届中国废仪春节联欢晚会 将于2022年1月在长春市录制 春节期间在吉林卫视播出 在前四届的基础上 将第五届中国飞移春晚落地吉林省 也具有着重要意义 飞移春晚已经成功地举办了四届 这个分别在江苏卫视 安徽卫视 中国教育电视台 人民日报的海外网播出 受到了海里外观众的 华人的一支好评 飞移春晚今年第五届落地的吉林 落地的长春 我们跟这个吉林卫视也达成了在技术 节目质量 在节目水准 要打造一台有东北特色文化的飞移的节目 中国飞移春晚旨在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和创新优秀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非物质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 持续我们会传承创新飞移文化 助推东北文化的振兴 讲长托飞移文化产业园 飞移博物馆 整体的策划 后期的研学基地 包括网红打卡 一起推向吉林 推向中国 未来面向世界 第五届中国飞移春晚节目内容 均为飞移表演 届时全国各地的100位飞移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将齐聚长春 称为晚会主角 共同弘扬工匠精神 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东北亚博览会 为了做好本届展会监管和服务工作 确保预会客商和展览品的顺利通关 在常代化疫情防控条件下 根据东博会保障任务总体需要 长城海关近日出台了 支持东北亚博览会 十项便利化措施 我们来看一下 本届东北亚博览会 为在全国通关一体化模式下 参展商或其代理商可自行选择最便捷的中国口岸进境展览品 在助会海关集中办理申报手续 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展馆现场检查的展览品向海关提出申请 经海关审核同意可运至展览馆馆现场接受检查 本届东北亚博览会期间 海关派员入驻长城国际会展中心综合服务部 对进境展览品实行驻会监管 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设置专用通道和窗口 在主要口岸为东北亚博览会设置贵宾鲤通道 进境展览品通过专用通道和专用窗口 用闲办理申报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 同时为了支持本届东北亚博览会 长城海关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 提高进境展览品通关速度 简化监管手续方便特殊物品进境 简化入境手续方便食品化妆品参展 回到本园立于高处 江河始终向前 灵魂依旧如初 我们探访生命 重构人与自然的连接 半年奔涌 半年风动 在广袤的松花江流域 这里的人们 始终真是 这共生的家园 万龙北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 战幕拉开 我的曾经就是你的未来 上万场新闻直播 无数观众期盼 成就了我炽热而滚烫的梦想 专业单纲并非技术 而是态度 是不停歇 不止步 不断向前 九月巨推 期待花生 未来有你 生生不息 万龙北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 现在已经结束了报名 初赛从9月9号开始 今天已经进行了 第二天的第四场比赛了 我们这一次比赛 也是分为现场比赛 和线上两种比赛形式 将有近800名的选手 来参加我们本次比赛 那今天是第二天的 明天还有一天的现场比赛 接着就是线上的比拼了 还是三天时间 这是我省规模最高 权威性最强的主持戒赛时了 各位选手也都是因为热爱而来 认真去对待充分地去准备 初赛刚才说了 一共是六天的时间 届时您可以通过 吉林广播电视台 各个官号 以及集市通 MARFM全程关注 晋级选手名单 也会在初赛结束之后 进行官方的发布 期待选手们都能够展现出 最棒的一面 是的 还有一个消息 近日针对饭圈文化 还有唯流量论等不良现象 和近期文艺界及娱乐圈 集中出现的违法失德现象 中宣部部署 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 也印发了关于开展 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在省文联合协会的号召下 历切得以双心 荣誉获得者纷纷表达了 对坚决处置违法失德问题 治理不良粉丝文化乱象等 涉及航空建设 行业引领等方面工作的 共识和态度 并号召全省广大 广播电视 网络视听艺术工作者 自律自强 重得上益 我想作为广播电视的一员 也应该